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盛春 在山西省东部的太行山深处 有个嘴子上村 那里层鸾叠掌 风光秀美 是一处颇具三进风格的古村落 当地人也一直过着平静祥和的生活 可是一长大雨的突降 不仅打破了古村的宁静 而且还引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发现 电闪黎明 风雨交加中 一声巨大的轰鸣 突然响彻了整个嘴子上村庄 第二天 村民在遍布树木和杂草的山坡上 发现了一个以前从未见过的洞口 数百年来 嘴子上村都有一个传说 山中有一处神秘洞穴宛如宫殿 洞中不仅经常传出乐声 仿佛黄中大驴 而且里面还有古人留下的奇珍异宝 璀璨夺目 价值连城 每到下雨世界 也曾有当地人在山上隐约听到过 从地下发出的奇怪声响 那么这个突然出现的山洞 会不会就是那座富丽堂皇的地下宫殿 带着疑问 地理中国摄制组从太原市出发 向杨泉市进发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颠簸 摄制组赶到了目的地 嘴子上村 位于阳泉市区北部 村口有一颗巨大的骨槐 仿佛在诉说嘴子上村古老的历史 向导介绍 嘴子上村已有几百年历史 村中至今还保留着很多古老的庙宇 摄制组 摄制组到来的时候 正赶上当地的庙会活动 嘴子上的庙会 是近东地区较为隆重的文化活动 近聚 是近与方言区一种独特的地方系 也是近东一带的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庙会的重头戏通常在晚上 村民将融化的铁水泡向天上 顿时铁水飞溅 如花朵般绚丽绽放 夜色笼罩的长院 迸发出流光溢彩的火树银花 甚是壮观 这就是山西河北一带著名的打铁花 据村民介绍 当地所有的这些民俗活动 都是为了祭奠白龙神 我们这个地儿降雨怎么样 我们这地儿降雨非常少的 但是我们相信有了白龙 它能给我们捕雨 能给我们带来雨水 所以有了雨水 我们老百姓的这块生活就好了 麻烦您问一下 咱这附近是不是有个溶洞啊 有呀 咱那个洞比较大 在哪个方向呢 特别大 就在那边了 在向导的带领下 摄制组向西南方向 行进了约二十多分钟 那一会儿咱怎么下去呢 一会儿拿铲车把这个石头掉进去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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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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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协调当地有关部门 一辆工程铲车 最终清理了堵在洞口的石块 一开石块之后 一个宽约六七十厘米的洞口 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洞口狭小 只容一人通过 站在洞口 人会明显感觉到 不断有冷气往外吹 让人寒意顿生 现在灯就链子了 头灯啊 头灯就链子 可以了 可以了啊 向导初步确定了 洞穴内部的基本情况后 其余队员使用绳索 一次降到碟部 我过两拽在这 你先慢小心啊 你别拽得太紧啊 好 行了 慢点 慢点 好 完了 洞穴内水气弥漫 阴冷潮湿 走过狭窄的入口 山洞陡然开阔起来 哎呀呀呀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目测巨大的洞厅 有50平方米左右 高度在10米以上 你看 周围全是红色 就那个芯是白芯 还带了个白芯 白芯 你看 你看这个白芯 还特别纯 好像还流水的那种感觉 颜色特别纯 哎呀 真漂亮 实际就是有水啊 在微弱的灯光照射下 洞壁闪烁着光 宛若一座华丽的地下工地 最为奇特的是 洞厅四壁呈现出与洞口 截然不同的星红颜色 如同血染 而石壁上 还有很多灰白色沉积物 在星红色的映衬下 显得晶莹剔透 鲜艳夺目 如此奇异的地下宫殿 究竟是怎样形成的 为何在黄土高原 较为干旱的地方 能够形成盖华尘积 如此丰富的 喀斯特洞穴呢 我们知道 喀斯特地貌的形成 主要是受两个条件的制约 一是岩石 是以可溶性的石灰岩为种 再一个就是充分的降水 流水长期溶食石灰岩 才能够创造出 奇特瑰丽的盐溶地质景观 这也是为何在我国西南地区 汇聚了众多奇觉的 喀斯特景观的原因之一 而洋泉这个地方 平均粘降水量 只有500毫米左右 这样的降水量 是不足以形成 如此巨大的溶洞的 那么这不合常理的景象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地质规律呢 为了进一步解开地下洞听的地质密码 地理中国设置组 邀请了地质专家陈诗才 一同进行考察 陈诗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研究员 长期从事洞穴研究 陈老师介绍说 从洋泉地区的地质构造 与气候条件来讲 出现溶洞 的确是较为罕见的地质现象 此次考察 如果能够揭开溶洞的形成之谜 将对探明该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分布 及沿层构造 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考察队再次来到洞厅入口 准备进行一次全面的科学考察 这个的石头 这个的石头 活的 活的 通过狭窄的入口 一行人进入洞厅 当红色眼壁出现在大家的眼前时 陈老师认为 在洋泉这样的干旱地区 形成如此精美的盖华景观 实属罕见 看这么多红色 在探算盐盐沉寂 在它上头 还长了好多白色的石花 这两个组合起来 在国内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这个现象 首先红的就不容易有那么多 再加上两个组合在一块 就是汉奸再汉奸的景观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景观 在国内 在狭窄的洞中 艰难地爬行了五六米后 陈老师发现了一种 颜色更为奇特的石葡萄景观 它呈现为红和紫两种颜色 就算是与真的葡萄放在一起 人们恐怕也难辨真伪 这时队员们无意间发现 当敲击散落地上的石中乳时 它竟然发出金属般的声响 犹如古代编中的乐声 随后考察队还注意到 不同的石花发出的音色 也大不相同 有的像木琴 有的则如黄中大吕 就是发出声响的东西 在洞穴里面 最普遍的东西是石蔓上能敲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恰恰是相反的 它在我们这个石花那个竹上 也能够长出来 陈老师告诉我们 石花的主要成分是石灰盐 内含有钙粒子 一般的石灰盐敲击起来 要比板盐 沙盐清脆一些 而从石花表面看 本身就有很多空隙 而且有些石花还是中空的 这样的构造 又扩大了乐音的效果 陈老师分析 村民们所说的山中 隐约可以听到的金石乐声 极有可能是大雨过后 地下水涌入溶洞中 卷起地下散落的石花 与洞底的石花相撞 发出清脆的声响 从来说 它还是致命一些的 这种石花金竹 你敲它 肯定声音比较坚一些 比较松散一点的 你敲它 它就发闷一些 那么 这些大量的地下水 来自何处 又去向何方呢 陈老师判断 这个山洞有如此丰富的盖滑景观 必然会有大量地下水 汇入的通道 在陈老师的指导下 队员们纷纷在洞厅里 继续寻找 有洞啊 有个升井 在下面 必须倒着进 对 果然 在洞厅的另一侧 队员又找到一个洞口 这个小洞向下延伸 队员再次采取绳匠的方式进入 这个洞口下面 将会有怎样的景观呢 这里难道就是陈老师所说的 地下水 来水的通道吗 通道的尽头是一处 极为狭窄的长洞 勉强能容下一个人 注意啊 行了吧 走 你注意点前面 这个地方呢 原来还是一个地下水的管道 它基本流的方向呢 是往东流的 往东流的过程中间呢 从高处冲刷一些这些盐块 把它冲到这儿来了 这盐块还是非常多的 都冲到这儿来了 堆得下手 可是 为什么这处洞穴的石花 会有红色 紫色等多种颜色 这万紫千红的如同花朵般的石花 是怎样形成的呢 陈老师说 要回答这些问题 还要整体考察 嘴子上周边的岩石和矿物质构成 那么 在杨泉众多矿产资源中 哪些是地下洞厅中 红色和紫色的来源呢 在嘴子上村附近 考察队很快 找到了一个废弃的矿坑 这个呢是个矿坑 它采完了 上头的旅盘都采完了 正好是碰到下部 有一些好多那个山下花 而且红的那个 红的土壤都 红的土壤都是红的 这些红的那个土壤呢 给地下水融结以后 带着这个洞流去 形成洞流的景观 陈老师进一步解释说 山洞周围的岩石层 不仅富含铁矿 还富含猛矿 猛是洞中紫色石花矿物的 主要成分 当雨水来临的时候 土壤中的铁离子 与猛离子 如于水中 汇于地下 在溶洞中 形成了红色和紫色的 盐溶水 日久年深 就塑造出了红色 与紫色的石花 在考察过程当中 专家多次提到了 形成如此规模和特征的溶洞 大量流动的盐溶水 是主要的成因 可是考察队发现 这里基本是一个干旱的地方 大量盐溶水从何而来呢 难道说 阳泉这个地方 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缺水吗 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因为阳泉这个地名 就带一个泉字 据史料记载 阳泉最早叫阳泉 这是因为 这个地方是碧波荡漾 飞铺流泉 可是这些泉水 如今都到哪儿去了呢 陈老师介绍 阳泉市 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区 干旱时有发生 那么 当地的村民 是怎样克服 这一不利因素的呢 在一户村民家中 考察队看到了 当地人长久以来使用的 防旱抗旱设施 怕东西进去了 怕东西进去 不会生 所以有个盖子 有水 有水 这个叫汗井 我们土话叫水窖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过去的十年久汗 这水窖是怎么做起来的 从平地上挖一个生洞 这个洞啊 就是上边小 底下大 就和那个啤酒瓶 上边那个差不多 它一般生多 一般的户数是七米左右 底下的宽度 四米到五米 就差不多了 一个窖里多多少水啊 一个窖一般户数 就是五十到六十冬 那么 如此多的雨水 是怎样汇聚到 井口 狭窄的水窖中的呢 它这个水窖的水的来源 是这么来的 你看到啦 这个房顶有个路 这就是从房顶上下雨以后 统一集中到这个院子里 然后它这坡都是三度 三度 一般三度坡 然后呢 统一从这院子里 然后都统一流到这个地方 然后统一汇集到这个管子里 流到外边了 这不是管子流出水了以后 它流到这个地方 这样以后呢 这个这个测水槽 这个小槽子里 又通过这个管子 流到那个大测水槽里 考察队观察到 当地的水窖 实际上涵盖了整个民居院落 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集水系统 每当天降大雨 房屋的平坦屋顶 最大限度地接住雨水 之后 这些雨水随管道汇集到院中 最后 在一个点上流出院外 在经过一个小型水槽的沉淀过滤后 最终进入水窖 陈老师告诉我们 除了水窖外 一个地区地下水资源的状况 较为直接的反应 就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井 通过对水井水文状况的考察 便可大致了解地下水的状况 在村民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东南渔村 并在村西头 见到了村里的一口老井 二三百年了这井 二三百年了这井 这水挺好吃的 老前您在打水是吧 这水甜吗 甜 甜水 你喝喝这水 我尝一尝 挺好喝的 甜水 甜水 咱周围有几口这样的井 周围它现在估计是三四口井 它在洞边了 不晓得西边好吃 洞边的豆上有点饭也能吃 西边的水好好吃 村民的描述引起了考察队的兴趣 原来村中的几口水井 分苦水井和甜水井 这个就是咱们出那个苦水井 这就是那个苦水井 我给你打着水 你看这一条 好好好 看看这个苦井水到底有多苦 你看看这个水有多轻 很轻啊 很轻车 来尝一尝 是有点苦涩 是有点苦涩 为什么同一个村子里 出现了两种味道的水井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山洞周边的水环境构成 考察组请来了水质检测人员 分别在甜水井和苦水井中取水 测定其中成分的差异 结果显示 测水井中含有的离子是构成铝土矿的主要成分 陈老师分构 陈老师分析 旅途矿被雨水冲刷以后进入地下 形成了带有苦涩味的地下水 而当地既有苦水井又有甜水井 说明这一带的地下含水层不止一层 不排除其中含有较为丰富的地下水 然而这一切始终还是猜测 考察队需要找到当地地下水丰富的确凿证据 这时有村民告诉考察队 位于东南渔村东南方向的娘子关 有一处泉水群 那里堪称水势浩荡 急流澎湃 闻听此言 队员半信半疑 地处黄土高原地区的泉水 水量会有这么大吗 娘子关呢 位于山西阳泉市平定县东北的民山山路 其原名叫韦泽关 因唐太宗李世民包姐平阳公主 曾率娘子军驻守于此 故得名娘子关 娘子关是我国把李长城的著名关爱 他恶守太行山腹地 地势极为险要 自古以来就是咽喉要地 这么一处位于黄土高原的关爱 其周边为什么会有大片的泉水群呢 他与嘴子上村雨后出现的神秘山洞 又是否存在着某种关系呢 考察队从东南渔村 向娘子关泉水群行事 一个多小时后 大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眼前的景象 让队员们倍感意外 这分明是一派水乡景象 只见这些泉水大小不一 错落有致 争先恐后地从地下涌出 陈老师说 像这样出水点多 而且水量大的泉水群 在我国北方地区极为少见 更不要说在黄土高原这样的干旱地区 那么为何这里会形成 如此大规模的泉水群 它与嘴子上地下洞厅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从地表的那个地形上来看呢 它也是倾斜的 像我们这个梁子关这个点倾斜过来的 从岩层呢 主要是石灰岩 在流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 管道是逐渐由小变大 变是非常粗 所以它才有 每秒钟15个泥方米的 这么大的汇水量 汇到这儿来 陈老师进一步解释说 在一个相当大的汇水范围内 渗入山体沿层内部 细小通道的雨水 沿山市向下汇集 海拔越低 汇集的水流越大 管道也就越粗 嘴子上神秘山洞 就是这些地下汇水充实而成的 当雨量集中出现 造成了洞体部分垮塌 洞口就显现出来 丰沛的地下水资源 不仅为娘子官全群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泉水 而且也是嘴子上神秘山洞 在今天依然持续发育的根本原因 嘴子上雨后出现的山洞 以其绚丽奇幻的色彩 茂密多姿的石花等诸多神奇景象 成为国内罕见的溶洞地质景观 显示出洋泉地区地下地质构成 复杂程度 这也成为深入了解太行山地区 地质变化的一个窗口 有助于科研人员 进一步探查山西省东部地区 地质演化过程 在娘子官周边这片黄土之下 竟有如此大量的盐溶地下水和泉水群 这片地下水汇集之地 不仅孕育了嘴子上神秘山洞罕见的石花景观 还深刻影响了当地村落 依井而居的布局 有人说地质历史就像一本无字的天书 能读懂它就能够与天空大地对话 从而对我们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 有一个重要的人士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